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康庸前一墨意义留心风 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清代画家 郎世宁的传世佳作 我们看聚锐图 聚锐 祥锐 这幅画画了一个花瓶 花瓶里面插了骨碎和并地帘 这个画法与我们中国传统的画法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的画法很少这样画花卉 就在西洋的绘画中叫画镜物 而我们多数是画褶织 很少把花卉画在瓶子里 而郎世宁在这里边做了尝试 在中国的花卉画上 没有人把莲花画在瓶子里 郎世宁是第一个 莲花插在瓶子里 他用很细的勾勒的方式 公致地画出了这个莲 色彩 色彩非常的洁净 清净 清净 明洁 这是他画帘的特点 又画了骨碎 这都带有吉祥的意义 骨碎的地方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画得非常的真实 一方面 我们的公笔重彩画 画花卉的时候 要求的呢 就是先毫必性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它与我们的公笔重彩画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它是突出了西洋绘画当中 那种质的效果 立体感 这是我们看他画的瓶子里的花 再来看一下这个花瓶 色彩的细腻 花瓶的那种立体的感觉 真实的感觉 这也与中国传统的花卉画 传统的画法是有差异的 由此我们说 它的这种清新 它的这种写实 它的这样的一种突出的写实的 色彩又明艳的效果 应该说 是清廷的新风 是清代宫廷绘画的新面貌 郎世宁现在留存下来最多的 同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 是他的人物画 是他的历史题材的绘画 作为一个宫廷画家 为帝王后妃画肖像是其主要的工作之一 我们说 他的人物画突破了中国古代画帝王肖像画的一个框架 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么他的人物画 与古代帝王肖像画有何不同之处呢 中国古代画帝王的形象 它是画这些帝王都是正面的 身着朝服正面而坐 到了清代的时候 到了郎世宁的这个时候 这种形象就有所改变 我们看郎世宁画的这个帝王像 既有正金威作的 身着朝服的 但是也有骑在马上的 也有处在一个大场景的 像乾隆大跃图 乾隆少路图 那这些题材呢 它都清晰的向我们描绘了 一个英明圣主的形象 但它不是正金威作的 它是带着生活的气息的 带着帝王的气度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郎世宁笔下的乾隆的形象 我们先看一个呢 乾隆身着朝服的这样的形象 端坐在椅上 它把这个乾隆画的 眉清木秀 风神俊朗 这显然也带有着 宋美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那么这个画 在整体的形象上 它是画的高度写实 带着夕阳绘画的 那样的一种写实的特征 可是呢 我们再来看乾隆的面部 则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 人的面部 如果画明暗的话 人们认为呢 这是缺陷 所以 郎世宁呢 他就适应了 这样一种中国的传统 他把面部的这个形象 稍作了改变 一方面 结构高度写实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乾隆的这张脸 它没有那种阴影 它是用高光画出来的 画的那种肌肤细腻白皙的感觉 而且呢 以一种很柔和的线条和色彩 刻画了略带有着 一点女性特征的形象 我们看到的乾隆的这个形象 它的皮肤特别的细嫩 已经不是男子形象 这样的特点 带着女性的一点点柔美 那这事呢 实际上是要极力地夸赞 乾隆的英俊 美貌之容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乾隆大跃图 乾隆大跃图 乾隆是骑在马上的 这个形象 与他的坐姿形象 就不太一样 他极力地表现 乾隆的那种鹦鹉之态 但是他的眉宇当中 又透着一种清秀之容 这是郎氏宁理解下的乾隆 也让我们更多地想起 乾隆是一个富有文采的 风流倜傥的皇帝 乾隆一生 有四十一个妃子皇后 那郎氏宁也为这些人画过像 我们选其中的两幅来看 一幅是香妃像 香妃呢 在乾隆的妃子当中 不是地位最高的 可是呢 是最受宠的 据说 香妃貌美 体香 极受乾隆的宠爱 大概这郎氏宁也很欣赏香妃的美貌 于是他画出来的香妃 我们看他的形象 就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后妃像 就很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哪呢 这幅画所画的香妃 我们看他 更像一个西方的圣母 脸上带着一层安详的光辉 而且 他的眉目当中 也不是我们看到的 最传统的中国的美女的形象 我们把另外一位妃子的像 拿来比一下 那就是 慧贤皇贵妃像 慧贤皇贵妃像 是画得非常好的一幅作品 我们能够感觉到 画家精细的笔触 非常仔细地勾勒出 这样的一位美女 她的脸是一个瓜子脸 眉毛修得细细的 面目端正 肌肤细腻 是一个端庄清秀 优美的这样的形象 她的这个形象 我们看起来是那样的宁静 她与香妃的那一份安详 略带着一种圣母的光环的感觉 完全不同 那这是我们来看 郎世宁所画的帝王后妃的形象 郎世宁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是清代最辉煌的时期 是国事最强盛的时期 曾经发生过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作为宁静画家的郎世宁 与其他行走于宁静的画家 一起负责 记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为王朝歌功颂德 这些历史事件 作为郎世宁绘画的重要题材 有很多巨幅家作流传于世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万数元刺验图 此图堪称乾隆怨体和怨画的典型之作 那么这幅画到底记述的是什么历史事件呢 它又有何独特之处呢 上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东渡传教 画意经 中西二法 容心体 画意供奉 康雍乾 一墨 意义 留心风 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清代画家 郎世宁的传世佳作 那我们看现在有很多的画幅流传下来 比如说他画的万数元刺验图 这幅画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当时参与的还有像王志成这样的画家 还有其他的宫廷画家 万数元是当时成德避暑山庄的一处园子 乾隆皇帝在这个地方接见了 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 在准戈尔叛乱被平顶之后 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就依附了朝廷 他们的首领前来拜见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万数元刺验接见他们 这个画呢 就是画那个时候的盛大的景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 首先从构图上来看 这个画就很有意思 他采用的不是中国最传统的 那种长卷式的构图 而是呢 画了一个较大的画幅 有点像我们看到的巨幅油画一样 直接把整个场景收入眼底 这种构图也显示了当时宫廷的绘画 受西洋绘画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画卷呢 我们看画卷的左侧 十六人台的监鱼上 坐的是乾隆 在王公大臣的簇拥下 缓步来到了宫廷的场景当中 而画面的正对着的后景 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帐篷 里边放着椅子 那这是供乾隆做的 在帐篷前边两侧分立着基案 基案上边放着丝绸和物品 那这是乾隆要赐给杜尔伯特部首领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还排列着喇嘛和乐队 那这个场景呢 我们就感觉到 等宴会开始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场景 在画卷的左侧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群跪在地上的人 包括多尔伯特部首领 他们在跪迎乾隆的到来 整个这个画景 宴请的场景 这个场地是用布给围起来的 布围的外边是林木 是山 在树林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杀鸡载羊的 那些士兵在忙碌着 所以这个场景 一方面是大场景的庄重辉煌 但另外一方面 画家没有忘记 在细节上的精心的刻画 这幅画一共画了四十多个人 画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真实模特 都是根据真人画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细细的 看过这个画幅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每一个人栩栩如生 各具特点 当然 除了乾隆之外 剩下的这些人 哪一位都叫什么名字 现在我们无法考定出来 只是能够从记载上 知道它是根据真人写生的 郎世宁的这一生 在中国传教作画 服务于清代的宫廷 他在当时的画坛 包括整个清代 和之后中国的画坛上 都是一个具有贡献的画家 他能够将自己对油画的理解 融入到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 他的绘画 色彩 色彩 用笔都显现出了一个融合的状态 笔的细腻 清淡 色的柔和 安详 行的高度写实 都成就了它独特的风格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家 他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虽然他是一个传教士 但是他在中国的52年 中国的文化深入到他的内心 融入到他的绘画理念之后 以他灵巧的画笔 在他的西洋绘画的基础上 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 所以我们说 郎世宁是一个中国清代宫廷的杰出画家 是一个对中国绘画产生了影响的大家 郎世宁一生在中国传教作画 他把自己对油画的理解 融入到中国传统的绘画当中 创造了融中细画法于一体的心体绘画 留下了花鸟 走兽 人物等等 近百幅的佳作莫宝 作为一名中国清代宫廷的杰出画家 他对清代院画艺术的提高和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